Hello 大家好 Rei1 desu 好 这一次要来挑战一下啦 这一个全新的高难度关卡啦 恐怖战力 恶魔的觉醒 阿可嘛的 没啥没啥 呀 然后听讲这个关卡好像蛮难的 这边的话 就可以拿到supporter member力啦 布罗利的潜在power 然后后续还会再增加任务 以及特定任务 可以拿到称号 然后 在 关卡2 应该说第1关的第2战 会有这个特定的bgm 恶魔的布罗利 可以带一个道具 然后 这个关卡啦 按照特定的条件啦 可以使他的难度上升或者下降 这个样式 嗯嗯 然后 知数 跟数数 这边的话啦 任务来讲就是 通关 金色的战士 意志不能的力量 然后还有最后一个就是 祸心破坏 金色战士应该是要带超赛吧 然后 意志不能的战士那个力量就 布罗利他们那些 不过这两个目前 我还不确定啦 不过不管他 这次想要来挑战的就是 比较有明确的啦 就是祸心破坏6体 这条任务啦 嗯 那么祸心破坏现在其实没有到很强嘛 所以想来这个关卡 应该也不会难到哪里去吧 虽然说大家都讲很难 因为祸心破坏稍微check了一下啦 假设没有抽到新卡的话 大概就 这一个样子吧 希尔德纲算是新卡啦 但 等下 他也不算很新 但的话 还没复刻嘛这一次 哎哟啦上一次复刻过了 好像可以理解 哎哟太难 妈妈妈不过这一次的话 然后这边 没有被限制这一张 所以我就把祸心破坏 带进去啦 这张 苏心破 苏心破 98减3 98减3 然后 刚才关卡第2弹是 技术嘛 那么 哎数数 那么这边集技就可以克制 嗯 剩下的就是因为克拉尼奖带队的关系 比较强力的队员就是这一些啦 不过这一张的话 有 就跟布罗利做搭配吧 然后这 这张加这一张这个样式啦 大概率 目前是这样子的想法 OK 那么就出发 尝试挑战一下啦 祸心破坏 Let's go 诶 这个 等一下 他这一边还给到这个样子 要去掉血 掉血干嘛 没意义啊 掉血 哪里 哪里 嗯 呀吧 呀吧 看等一下要把布羅利移過來好了 然後這邊就讓你講移過去 那麼 98減傷站在1號位 超級賽亞人孫悟空名稱的角色 存在時攻防75%提升 這個就是剛才講的特定條件 然後巴勒克斯在場的話 攻防75%下降 但是獲星破壞主不進巴勒克斯 巴勒克斯沒有這個類別 不過他可以降攻 可以降攻的話 克蘭力獎 大火焰 希望 火氣 然後這個樣子 反正這兩張都是可以降攻 OKOKOK 第一獎 好90%減傷 90%減傷還扣16000 雖然防禦力偏低的關係啦 100萬的傷害 是啦 可是應該是不到100萬吧 這樣看下來的話 才扣16000吧 嗨 降攻 就就就你就一下 我靠一下位 欸不是你降攻過後 你應該是可以連擊才對的 喂 好 猛特 猛特 哦 乾杯咯 OK 411 OK OK GC的降攻 nice 可以降攻的話 前段就會好打不少 所以威士兩個的情況下啦 就留到第二階段來使用 OK 布羅利往後移 移去下一個順位 然後跟那個大獵士軍團做連接 開 對 好 G 然後站在三號位的布羅利啦 吼 有 50%的加會心輸助啦 Extra 然後基礎的話是有那個 呃 60%的攻防輸助 這樣子 OK 降攻 這邊 這樣降到來的話 哇 應該還行吧 OK 輪到這個 布羅利 剛剛好 帶著他 有輔助 然後剛剛好又克屬第二階段 等一下 哇塞 沒有必殺 OK 喔 必殺在這邊 70%減傷 加全屬性格鬥 有優 而且對面也是被降著攻 所以問題不大 那麼再來的話 這邊就這樣子 欸 勒 OK OK 托 G 下一輪的話 我看這個樣子應該是alright 然後 庫拉利 講 等一下就跟 就跟著那個 樹精佛 這樣一號位 二號位 complete 可以吧 應該是可以吧 這樣子 嗨 嗨 一千九百 而 走 我絲 鬆啦 ric illness 一千九百 sanity Connect 然後這邊 然後這邊 獲 take 然後這邊破壞 50%的輔助 等下布羅利轉過來 就可以開啄動機 這邊的話 10%的迴避力成功出發 Nice Kurani 連擊 726 對了 最後的話 讓這一張變神 去打必定會型的輸出 好像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有有有 前面降攻這麼多了 反正最後幾下 讓Kurani 講來疊攻好了吧 希望可以疊得到 20萬的防禦力 站在1號位 Oh save 果然降攻降得多 普攻就不怕 因為降攻降到100%的話 他的普攻就不會痛了 然後還可以順便累積一下被動 好 水啦 Ora Yu Yu 降攻 那麼剛剛好進入第二階段 布洛莉就可以變身來登場 這樣 燈燈 是不是 呵呵呵呵 這邊就直接變啦 然後對象的狀態 然後對象的狀態 喔 一樣喔 那個巴拉格斯的還是可以 喔 這個是長期 喔 等一下 超載悟空存在的時候 攻防160%提升翻倍喔 1號熊 這個打人會很痛 好歹這邊隊伍內沒有巴拉格斯 Safe 然後這個樣子 你這邊這兩位連結會比較好啦 OK OK SATED TOK OK GATTO 被打必定連擊 一千九百七十八萬 第一下 Ora Action Break 然後 高確率 喔 靠了耶 你連個高確率來幹嘛 布洛莉 要你何用 手 欸 MOTO 八百七十三萬 但是這邊可以降攻的話 我等一下我留那個 優傲的 庫拉逆獎 應該會更好是吧 等一下 這麼好 沒有必殺 我等一下開在這個 90%減傷身上 人真大丈夫です 沒有必殺耶 真的沒有必殺耶 噔噔 呃 上一輪沒有必殺 這一輪一定會有必殺的 這樣子 欸 到 這場要變沒有 變的話就可以直接大輸出 可是還是輔助比較安全一點吧 嗯 OK 等一下 Wiss先開一下 上一輪沒有必殺 這一輪一定有必殺 然後過了這麼多回合 大王的減傷也沒那麼高的 OK啦 這一輪全部都可以降 降攻 應該是可以熬得過去 乾巴勒喲 Freeza様 克拉逆獎 這個BGM OK降攻 Nice 必定連擊 欸 這樣子的話那個大王啦 等一下就讓他開12-7必殺就好了 一直降攻一直爽 水啦 連擊 欸沒有 好可惜 OK大王的那個火力也上升了 OK 1117萬的克拉逆獎 呃 呃 水啦 欸我還會醒的 哈哈 呃 BGM 欸 12-7必殺 噢 嘿 不然完全沒有增加到防禦力 噔噔 哈哈 啊 BGM來了 欸 全 全體攻擊 噢噔 衝 也 也太痛了吧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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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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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等一等他 不過這一輪還是可以再繼續降攻嘛 可是他的必殺會在哪裡 他的必殺會在哪裡 厚厚 好 然後布羅利現在的防禦力其實也沒有很高 39萬 如果這麼個白髮 28萬 當然是這樣子啊 然後回血 OKOK至少40%以上 Wiz現在是有 不過這邊可以降攻嘛這一張 然後 誒 哇他自己沒有連擊 麻醉 他自己沒有連擊 而且他只是輔助恐怖的征服 算了 考慮一下 這個樣子 1658萬 殺 OK必定會行 那個Wiz啊 只有兩張罷了 用完了下一輪就要再開 一定要開下一輪 OK OK 哦沒有必殺 哦2737萬 哦這個這個火力 哦這個 開了主動機過後 就是不一樣的世界 必定連擊必殺 1866萬 嗯 這一邊 以這個關卡來看的話 把布羅利放在二號位可能會更理想 哎呀這個彩星大佬是沒有點連擊是吧 哦 nice nice 連擊 水啦 而且是克屬 又是沒有必殺 還是那個Action Break掉那一下就是那一發必殺的 嗯 等一下先關掉先 看一下先看一下看一下 嗯 6 6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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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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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 6 多一下啦 OK 暖猴570亿万 這個火力也沒多高耶 然後庫拉尼獎這一邊 沒有Boss Carrack 哇這個... 剩下831萬 我剛才應該要留著... OKOKOK Nice降攻 水啦 一拳給他灌下去 再來MotoMoto 不要連普攻400亿獎 連Boss好不好 沒關係大佬 よっしゃ 天啊 我相信只要這一輪 我們乾過去之後 接著就安全了吧 普攻 Boss來了 要死要死要死 40%-3 40%-3 我刮傷了 17萬 不sa mosee mosee 可是 可是 下一輪如果沒有幹爆對面的話 我們就沒有明天了 登登 這邊要怎樣fight 左動機這個是肯定要的嘛 還是這麼個樣子fight 可以滿連結 靠火力碾壓 然後按照剛才這樣子 他們發必殺的位置 應該是在二號位嘛 那麼我這邊這樣擺法是不是比較好 可是少掉boss character 這個大獵師他們的火力就變低 Roccio Roccio 這邊只有高確率又沒有一定連擊 別累了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了 這一張彩星大佬是怎麼改的 欸 哪裡 你是組點那個彗星的 組點連擊啊 組連擊比較好嘛 讓他可以有機會再連第三下 算了 呃 按照剛才的規例來講的話 都是二號位嘛 所以只要把他action break掉 然後庫拉逆獎就可以做輸出 嗯 嗯 雖然說會漏掉這邊的火力 這邊的火力會很高 啊 啊 這個 多謝哦 皆さん 這個 這邊的話 有機會action break 這邊的話 可以讓火力更高 我賭 我賭這邊好了 我賭這邊好了 我還是希望 我還是希望 可以把他給碾掉 而且站在二號位 才有機會 必定連擊必殺 我們這個歹樓 15連擊 30%的機力 有點擔心啊 我賭嗎 這邊你敲不死的話 我們就要升天了唄 不過沒關係 我們相信 Blolly Go Go Blolly Go Go OK 三格血 應該沒問題吧 哇 3286萬 1K OK Action break 會行50% 出發 2255萬 回戲 DON 再來再來 MOTO YOS 財經大佬裡的連擊 終於做事了 應該夠了吧 MAYA 這麼刺激的嗎 YOSA YOSA 過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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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刺激啊 這個 靠著降攻戰術 然後 必殺是固定在 二或三號位 你看前面都沒有開過必殺 來講的話 那麼 借好友的布羅利 就給他Action Break 這樣子來運用 OK OK 這麼舊的 舊的組合都可以來通關的 還行 還行 全部靠好友的彩星菩蘿莉 但是 你要找 彩星菩蘿莉的時候 找一個連擊高一點的 比較 保險吧 點高彗星的好處 就是在出變身的時候 就有機會打彗星出來 但是在連擊位上面 我覺得菩蘿莉真的是 比較需要那個連擊 比較需要連擊一點 喔 刺激 然後剩下兩個任務 後續 再來挑戰啦 因為不知道他暫時要什麼東西 可能去查一下先 OK 出劍還行 好啦 那麼 獲星破壞 要打 那麼這次的影片 就到此結束啦 謝謝各位的收看 じゃあまたねー バイバイ